感染了新冠肺炎的患者,一般早期会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典型症状,逐渐出现呼吸困难。 严重者会出现急性呼吸窘托症、病毒性肺炎。 一旦出现上述症状,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但也不要过于恐慌,轻微的鼻塞咳嗽可能只是有点感冒。 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群普遍在25到89岁,其中在35到55岁。 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主要是以免疫力低下,年老体虚者为多,也存在低年龄儿童感染的情况,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除此之外,此病毒与SARS的极其凶险程度相比,要低一些。 目前来讲,新型冠状病毒是可以治疗的,并不像当年SARS那样前期是不可治疗的。 在研制出特效药之前,对症治疗也起到很大的作用,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出院。 面对新冠肺炎,我们需要做好预防措施,要听从国家政府和基层社区的规定,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减少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最好在家休息。 要注意个人防护与卫生,保持良好卫生和健康习惯,请洗手,出门一定要佩戴口罩。 此外,要密切关注自身身体状况,有可疑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 还有一点,就是要不信咬,不传咬,不随便听信一些无用防治措施,保持理性,不要过度紧张。 北京大学可视化与可视分析研究组带领海内外高校、企业等机构的同仁,收集了国家和各地卫健委的数据,并且提供了一系列可视分析组件。 包括使用地图映射,对新冠病毒相关社交媒体信息进行分析等方式,从多个角度对新冠肺炎态势展开了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全国疫情累计病例数量的变化趋势,这里我们可以用圆圈的大小表示各个地势周的患者数。 从全国的情况看,东部人口密集区域大部分地势均有分布,但大部分病例集中在湖北。 从颜色深度可以看到,除了湖北,浙江和广东也非常严重。 我们点击湖北查看省内的情况,其中,武汉的病患情况尤其严重,湖北除了武汉,几个周边地势如孝感、黄刚等也非常严重。 可见物理距离仍是传播的重要因素,使得注意的是,临近武汉的几个城市中,前江市的确诊人口远低于其他市, 可能是前江市较早实施了有力措施、物理阻断了和武汉的联系所致。 近期,全国各地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相信扩散情况会得到遏制。 除了上述这种传统的不变位置的地图映射,也可以通过对地图施加变形来表达其状态。 地图各个省市根据其确诊数量映射大小。 为适应不同的场景,我们设置了不同的映射规则。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各地区患者病亡比率与治愈比率情况。 可以看出,武汉市、湖北省、全国其他地区的死亡率差距很大。 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早期在湖北省内的认识不足,导致病毒自由传播,而医疗系统负载过大导致的。 从全国其他地方而言,在得到充足的医疗资源后,其死亡率已经和普通流感的死亡率相差无几。 这也提醒我们不必过度慌张,保持理性,相信现代医学,有情况应及时就医。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2020年1月11日,武汉确诊4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1月13日,首次在中国以外国家确诊。 1月21日,首次在美国确诊。 1月25日,澳大利亚确诊4例患者。 截止至2月4日24时,全球共有25个国家确诊,累计病例24,536例。 接下来这幅地图是从全球的角度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扩散。 如果点击某一个国家,可以看到该国家确诊患者的来源。 现在所见案例都是武汉输入型确诊过去的。 各国的态度虽然有所不同,但我们也希望新冠肺炎不在别的国家之间传播, 各国政府管制能力不同,可能使得疫情的控制更加困难。 为应对此次疫情,各国也陆续出台了相关管制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2月3日,主要措施包括 加强检疫措施或跟踪监测,隔离疑似患者,隔离从受影响地区入境者, 限制签证颁发,限制签证使用或限制入境, 暂停部分直接入境方式,暂停全部直接入境方式等等。 比如说,2020年1月11日,多国加强检疫措施。 1月28日,新加坡暂停使用之前颁发的签证。 1月31日,俄罗斯关闭边境口岸,暂停国际列车及航班等等。 新冠肺炎疫情也牵动着广大网友的心。 我们收集了最近一些和疫情有关的微博数据, 利用北京大学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实验室近年来发展的RMAP 微博可视分析方法生成结果。 RMAP是一种基于地图隐喻的社交媒体信息转发的可视化方法。 这个方法利用地图上不同的元素编码转发信息的不同特征, 通过该方法及系统, 能够直观地展示出一条社交媒体信息的转发结构, 用户在转发过程中的角色, 以及转发过程中语地的变化等。 第一条微博是新浪军事发布的, 武汉85家酒店支援医护人员已消毒完毕, 免费给大家休息。 这条微博有上万次转发, 从微博RMAP的可视化里面可以看到, 这一万多条转发是如何被包括马博庸等 一些大微迅速扩散。 这里面地图上的每个小块表示中间接力转发的用户, 颜色代表情感, 蓝色是正面, 黄色是中性, 红色是负面。 在上层附加的关键词中可以看到, 大家提到的加油武汉等字眼。 第二条是央视新闻发布的, 从下图看到, 大家基本上都是直接转发, 情绪非常正面, 累, 辛苦, 致敬构成主旋律。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1月30日央视新闻发布的, 专家说武汉被约谈的八人是可敬的。 从下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家的反应, 总的来说, 网民对于八人被约谈训诫一事整体持负面态度, 主要为对训诫约谈室的批评, 其中的一些正面的关键词, 则表达了他们对八人的支持。 大家在网络上发表情绪的同时, 也要看到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 病毒可怕, 但黑夜中总有人举着火炬。 16个省直辖市对口支援湖北省的16个市, 成千上万英雄逆风而行, 其中北大医学也有400多名医护人员 参与湖北的新冠肺炎的援助。 我们希望这些保护我们的人能够得到最好的支持。 新冠肺炎传染速度非常快, 大部分人只关注到患病人数在不断上升, 但事务发展有其基本规律, 确诊总数不可能一夜之间下降, 一个病情得到遏制的信号是新增人数开始下降, 即所谓拐点到来。 为此, 我们用颜色映射一个地区新增确诊人数较前日的变化, 绿色代表新增人数下降或者新增为零, 红色代表新增确诊上升, 黄色代表持平。 祖国何时春满大地? 从1月10日开始, 湖北省首次报告了41名确诊, 16号之后红色逐渐扩散, 1月24日到25日期间, 全国大部分一片红色, 是新冠病毒扩散最快的时候, 考虑到20日之前人口流动未受到管制, 并且潜伏期的影响。 而到了2月初之后, 全国各地的绿色则逐渐开始增多。 历春是新旧年正式交替的试点, 作为24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 历春已是回暖的世界, 从此雪消风自软, 梅花和让留条心。 虽寒意犹在, 但百草灰压, 天地巨生, 万物以容已是不可阻挡的态势。 凭着这股阳气的浮照, 肆虐的病毒也将逐步退却乃至殆尽。 相信在不久未来, 疫情也能延续地图上的趋势, 寒冬早去, 春回大地。